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事情最早我们在李旺阳刚刚被迫害死的时候 在网上就掀起了一个联署呼吁的活动 这个联署呼吁当时主要是三个人 一个是北风 温云超 一个是胡仁华 一个是我们三个人发起了 所以当时得到大家的一致呼应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要用一种永久性的纪念方式来纪念李旺阳 也就是说将来有可能的话给他树一种树像 永远的铭记他的这种不灭的精神 当然这个具体的我们做的时候 没有非常公开化的去来讨论这些细节 那么后来呢 这个有一个民运中的这种混者或者骗子 这个唐伯乔借助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他说要搞这个捐助来搞这个刘望阳的雕塑 其实他发起这个活动 要说塑像这个事情呢 只是作为一个幌子 真实的情况还是想捞钱 结果后来呢就是说他募捐 募捐这个钱不了了之 这个塑像也又没影子 他说这个陈文明收了这个钱 那个雕塑家陈文明没有收到他的钱 就非常的恼火 所以这个事情呢 后来呢 袁建兵又捐了钱给这个 雕塑家 所以这个雕像终于述出来了 现在耸立起来 本来他们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但是由于这段时间 我参加的活动事情比较多 比较没趣 但是我一直是在推特上 在很多方面都关注这个事件 林旺洋那天我们在亚洲 自由亚洲电台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 他是这个六四民主运动中 涌现出来的一个不太知名的草根英雄 他当时六四的时候就不是学生 是公运中的一个勇敢分子 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骨干 但是他坐牢坐了那么多年 知名度并不高 如果他不死的话 很少有人知道林旺洋这个名字 他被释放出来 折磨了那么多年 折磨的人都浑身都是病 至少把他放出来了 大家还以为还能够有一些年的余生 可以来做一些事情 但是哪想到由于他态度非常的坚定 他接受香港媒体的采访 海外媒体的采访 结果这些当地的这些警方的官员 居然把他害死了 制造了一个自杀的假象现场 那完全是假的 大家一看都知道 所以李旺洋的死激起了大家的这种愤怒 而且认为像李旺洋这样的人 他真正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他是那种不屈的 他有一句著名的一句话叫做 就是砍头也不会回头 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这样一个诺言 他是了不起的 因为很少有人能够那么决绝的把几十年的生命都奉献在 为争取民主自由这个法治而努力的这样一个进程 一个事业之中 而且他明明知道有可能会牺牲 他愿意做这样的牺牲者 他绝不屈服 包括中共官方私下里也跟他谈过交易条件 给他要改善医疗 给他以后放出来以后什么样的待遇 只要他毁过呀或者是去揭露揭发别人等等 让他跟官方配合他都拒绝 甚至官方要求他只要拒绝海外媒体采访 他的待遇都会好得多也不至于会死去 但是他非常的坚定 他砍头都不能阻止他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在中国不是没有 应该还是有 但是至少我们视野中所看到的很少 现在越来越稀有 也许我们在将来有一天 在一个一场非常风起云涌的反抗中共暴政的活动中 会看到更多的这样的因例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是 大部分都是胆怯退让 屈服甚至私下的交易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所以我们越发感到李旺洋这样的人的这种难能可贵 他的精神不灭 就会看见 我会看到这个人的灯迹 在这种灯迹 会看到的 我们也会看到了 这种灯迹 这种灯迹 有点灯迹